我是虚作 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发现这期的视频画质变良心了 而且拍摄的视角也比以前好了许多 可能就会有小伙伴说 哈 你这视频的拍摄风格 这么良心的画质怎么可能是虚作啊 快说你把虚作绑架到哪个毛坑里去了 其实没有啊 我还是原来那个虚作 只是最近又变帅了点 我开玩笑的 只不过是因为粉丝的 关注订阅投币所能点赞转播评论 所以视频才会越变越好 或许以后粉丝们继续关注订阅投币收藏 点赞转播评论 然后发展到每期视频都像拍大片一样 这也说不定是吧 那么今天就教你们做比外面好吃恩贝 而且聆听家纯尖兰手工特制香草奶油冰淇淋吧 首先准备一下我们的材料 鸡蛋主要里面的蛋黄 超速最详尽的炼奶 随便下个楼就能买到的牛奶 淘宝随便收就能买到的蛋奶油 还有细炸糖或者棉白糖 首先我们要把鸡蛋的蛋黄分开 这里分蛋的话也可以用瓶子 蛋壳牙签后的其他什么的东西 随便你怎么弄 反正能把它们分开就可以了 然后把蛋黄倒在一个可以加热的容器里 再加入粘稠液体 要是你跟我一样没有太多的粘稠液体的话 也可以加入一点细炒糖来代替 然后再将它们夹打均匀 打到蛋黄像这样颜色有点变白就可以了 然后再加入200克的纯牛奶 再把它放到罩材上开冲小火把它加热 把它加热到出现这种小气化的时候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我们再把它放进冷水里面 让它降一下温 再放一边让它自己冷静一下 然后我们拿出一个大一点的盆 放两个冰袋进去 制造出一盆冰水出来 冰袋刚放进去还没那么快把水变冷 所以我们要用手 让他们兄弟俩在水里运动一下 让水冷得快一点 由于水也是有阻力的 所以人要是在水里面进行一些运动的时候 其实并不会很顺畅 至于做什么运动为什么要顺畅 由于我们这是一个正级的美食节目就不多说了 等水变冷之后 再拿出一个干净的小盆 倒了200克的蛋黄进去 再加点细炒糖 然后把冻奶油放进刚刚准备好的冰盆里 用打蛋器先开一档 把细炒糖溶进奶油里 然后再开这块档将它打发 由于最近天气比较热 要是你跟我一样 打了三分钟奶油还是很水 没有出现纹路的话 可以先把它拿去冰箱里 冷冻十分钟再拿出来 然后再继续打这样就会比较好打发 反而像这样有点纹路就可以了 当然你把它打发到硬体的状态也是可以的 然后把刚刚冷却的蛋黄液浇进奶油里 再用打蛋器将它们搅拌均匀 接着再加一瓶或像这汽水 我开玩笑的 其实加一整瓶香草精就可以了 再把它们搬匀就好了 这里我试了一下 摩阿普组的手搅冰淇淋做法 就是拿一个比较结实点的塑料袋 然后往里面塞又一堆冰袋或者冰块 塞冰块的话要加一大勺盐进去 让冰块不会那么冷 再把拌好的冰淇淋液装进袋子里 把袋子里多余的空气挤出来加紧袋口 再把它装进装满冰袋的袋子里 用冰袋把它全方位给包裹住 用毛巾把它包成木乃鱼 接着再来做一下可以舒缓心情的运动 然后我发现这个方法只适合做少量的冰淇淋水用 所以做这个分量的话是用第二种方法吧 首先把它拿进冰箱冷冻一个小时 动了它稍微有点硬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倒进一个干净的盆里面 再开打蛋器把它打匀 打到像这样粘稠的乳白色液体就可以了 然后再盖上保鲜膜把它放进冰箱冷冻90分钟 动好后再拿出来 继续用打蛋器插入 再开一档把它打到散开 全部打散后 再继续盖个保鲜膜把它动个70分钟 每个步骤的冷冻时间一定都不能减少 不然它会远远的硬不起来 身为男人就要硬一点嘛 不然怎么能征服女人的胃口啊 动好后它就会像这样比较绵软 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这才是完美的冰淇淋嘛 然后用冰淇淋挖成球 把它摆在盘上 接着再马上冲向楼顶 嘿我们好像又见面了 嘿你妹快给我滚 看你今天好像蛮开心的样子 看你妹啊 先把你招下来拿去装个笔箱说 啊不要 然后再冲下楼 把它洗干净后拆在冰淇淋上 然后美美的冰淇淋就做好了 你快放我下来 马德我菊花都动硬了 这冰淇淋的做法非常简单 而且刚做的冰淇淋非常绵软 比外面的冰淇淋都要好吃 放久动硬了吃也像外面买的杯装雪糕一样 而且没有任何添加 做法也非常简单 只要奶油和一些平常外面能买到的材料 还要有一个续作就可以轻松的吃到美味的冰淇淋啦 我材料都有可是差一个续作怎么办呢 哦没关系 现在只要扫完屏幕上的二维码 就可以马上招放续作出来 然后快递送到你家哟 是不是超级棒呢 再来发个福利 微博关注加转发本期视频 我会在视频发布的第三天抽一名幸运粉丝送一盒取奇 喜欢我视频的话记得点个关注 订阅投币收藏 点赞转发评论 欢迎关注微博 公众号切齐健白